食臘味鮮有黏味的金蠔蝦干 沉皮臘腸煲仔饭 正到飞起 金蠔除了煎 炆 焗饭都很好吃 再搭多几条虾干 提醒先 今日臘腸我就用了这只沉皮臘腸 三肥七瘦 沉皮味十足 你看它 布满了沉皮丝 我们用滚水溜一下去除表面的油 虾干就先浸一浸去 金蠔就将表面煎一煎香 接着把洗干净的米倒入沙煲中 通常水一比一都OK 但我喜欢吃点硬身一点 所以我会再放少一点点水 好 我们煮滚去 这个时候吃一粒咸搭搭 现在常常觉得口寡寡吃这些沉皮妹妹就对了 独立包装干净又方便携带 搭一粒口水也多一点 听到啪啪声的饭一滚起 我们就用筷子捉几个洞 然后将那些臘腸 金蠔 虾干 摆上去 现在虽然开回堂食 但应该由不少朋友仔 都宁愿多点在家煮饭仔 但焗一下腊味饭快 靓 正 我们在边边淋少少花生油 如果你有猪油淋的猪油更正 吸盖后我们就慢慢移一下煲 360度转一转去 大概焗它15分钟左右 哇 这么快 时间到 哇 香得不得了 最后当然不少有迷人的芫荽葱 我一定要有多葱多葱多葱 食煲仔饭当然不少都有煲仔饭豉油 我们给些生抽 给少少的老抽 给少少的蠔油 给多少少的糖 煲仔饭豉油要甜点才好吃 有猪油的 我们给一羹下去 爆香少少的芫荽头和葱先 间中吃猪油健康的 我们没有盐气去 我们给少少的滚水下去 倒入豉油煮滚就OK 那煲仔饭豉油呢 现在超市外面都可以买的 那你嫌麻烦就在外面买枝就是了 哇 色香味俱全 还有些脆脆脆的饭椒 简简单单 有一餐 我们下期再见